歡迎收看週日的東橋Vlog 我是包伯 我是瑋恩 我們今天要回答很多喬喬會問的一個問題 就是東京走的橋到底每一天會花費多少錢呢? 那我們今天就藉著東橋拍攝 五更千地區 這種我們蠻擅長的旅遊路線的影片來算算看 今天會花多少錢吧? 現在差不多是11點左右 我們現在人在上演公園 那其實今天我們已經算是比平常還要再晚大概一個多小時集合了 那主要是因為我們前面已經連拍兩天想說 稍微休息一下下這樣 真的否則會暴斃 那早餐的部分呢 其實因為我們比較晚起來 所以就沒有特別拍攝早餐 那我們就在家裡附近那邊上去先把早餐賣完吃完了 可以看到Bob已經自己一個人拿著GoPro往前衝在拍攝一些空景 然後其實呢 上野公園啊 我們今天選擇在這裡開始 是因為我們的那個 古根籤嘛 最靠近古中的地方 就是從 等一下這個上野公園 我們要來拍開頭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呢 其實上野公園這邊啊 來假日的時候 不管是觀光客 或者是 日本當地自己來玩的人 也都蠻多的喔 現在已經到了9月底了 但是今天天氣還是很熱 還是有32度左右 所以我們兩個大概在從出發點走個五分鐘 就已經全身都汗了 真的 我們現在已經走到上野櫻木亭附近囉 用東橋秘密武器來看 中餐要吃什麼吧 這不是業配喔 這個軟體叫做 然後就按現在地 周邊 它就會從 排名最高的 往排名最低的 逐漸排序下去 我用Tabiroku找到一家 看起來還不錯的店 叫做菜之歡 來吃吃看吧 這茶泡飯啊 吃起來非常的香 因為它那個茶 綜合著它那個高湯的味道 帶有茶的清香 然後可以吃到一點它那個 炸的米 然後還有配上這個 魚肉 整個雖然清淡 可是味道非常的足夠 我們已經吃飽了 要前往下一個地點 但是 剛剛發生了一件 我們自己都覺得很好笑的事情 我們總共拍了六卡 一個是餐廳的開頭結尾 一個是古根千人的開頭結尾 一個是VLOG的開頭結尾 拍六卡在店外面看起來像白癡一樣 超智障的 我們現在來到古中銀座商店街了 喝喝咖啡吧 我們拍片通常到一個新的區域呢 或許的周遭一家咖啡店 或是餐廳就拍攝 像我們今天中午吃的菜濃花的和食 它是一千五百五十元 然後我們現在在的是一家 建真堂的咖啡廳 一個人點完之後 大概是一千塊左右 喝完咖啡讓我們繼續進行拍攝吧 為了增加當地拍攝的豐富度 所以我們除了喝咖啡以外呢 還要買當地的小點心來吃 兩個炸肉餅三百九十塊 哇這個絞肉真的非常非常的豐盛 雖然有點油但非常非常好吃 就是完全不會吃膩 這邊是前往千陀木站的路上 那大家在散步的時候可以特別留意一下 可能會發現一些有趣的小店喔 像我身後的這一家 TOKYO BIKE RENTALS 它就是有出租腳踏車 然後也有複合咖啡 還有他們一些精選的雜貨跟小物 我們剛剛在咖啡店消費 大概一個人五百塊左右 那我們的花費呢 當然是盡量找一般的旅客 回去花費的範圍 所以不會太少 也不會太多 有時候也要買一些土茶 這包先備三百五十塊之幣 非常酥脆 然後又帶有醬油的米的香味 我們跟金神社的拍攝已經告一段落 所以我們普跟千山地的散步影片 已經快結束囉 好雖然剛剛遇到一點下雨的狀況 不過呢 因為我們平常大的地區的風景 都已經有影片被檔 所以就不用擔心啦 我們現在人在跟金車站 要是做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也就是所有VLOG的重點 買真奶 我們現在到了明治神宮前這一站 我們得知我們現在正在下暴雨 還有超多路人已經全身死透了 但是我們要買真奶 還不買真奶 買了 買了 拚了 請問這個珍珠奶茶在影片中 會出現幾秒 三到五秒 請問我們為了來買這杯珍奶 坐車在家 走路大概耗了多久 十分鐘 嘿嘿 乾杯 乾杯 我們現在基本上就是要搭20分鐘左右 車去甜品車站 跟朋友吃燒肉 那我們來這裡 這一站的唯一的原因是什麼 耶 我們已經到了喔 夾腳翻 水黃脆 燒肉 然後還有個來台 這個木煙茶 我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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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講過這段迷失去 你已經看到我上來的 你已經看到我上來的 嗯 有一種入口即化的感覺 蠻推薦的 我在學韋恩啦 呵呵呵 小鈴你覺得怎樣 入口即化 後來我好像一段多 接吻的感覺嗎 可以 超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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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 真的入口即化 那個油花分布之細緻 絲綢版的口感 好吃 我們剛剛花了 四六四四元吃燒肉 但是跟朋友吃飯是 無價 難得有這麼一種 casual的結尾跟朋友吃飯 真的很開心 真的是太爽了喔 我是蕙恩 我是包伯 我是Bando 小鈴 森森 大家再見 Bye